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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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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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分战赛的冠军 而郑宇博这边 大满贯的头衔 也是人气王 上一场比赛也是惊险的 战胜了北京的球手汪洋 而且本战分战赛 郑宇博至少要打进四桥 最少要打进四桥 才有机会 以年终排名前八的身份 进入到总决赛 十秒 这一杆准度 真是体现出来了 而且有很强的右赛在里面 那么四号五号 不好单独调位 可以找机会传 轻推溜起来 对 从左边向右 四号 传五号球 注意薄厚 还是稍稍的有点小 这个球如果能再往平 右边走一些 也是最好的 现在打完了白球运行方向 是向花球的球队附近去走的 所以这位置真的是不算好 本身这个两个球也不是一个 很舒服的自然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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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再来看中带的白球位 要发力量比较大 不能太轻 直接往上灯是不好走 就要稍稍低一点干法 吃上方的边裤 躺起来也可以 但就不能太轻 发力 这就是小了 准度还真的是没得说 它特点就是这样 对 刚猛派 而且它这个低干的干法效果 它一些高干低干干法效果 都特别夸张 还真是 早一点点 要跳了 这就其实扎的也行 十秒 五 延时 一会儿 一会儿 现在机会又回到了正义波手里 上手右边13 看这个角度 非常直 这杆球打起来稍稍的有一点随手 肯定是要停在那里 左边最起码中带的 正义波来自麒麟 现在在我们截止本站比赛之前 截分榜排名就是第14位 往前提6位 需要你赢下很多人 像你说的前面最少进到前四才有可能 如果能拿到比如关亚军这个希望就更大 是的 你可别小看这个 中国区的选拔赛 它后面连着是总决赛 中间的休息 对吧 还有这个路费等等 这都是成本 那么厉害 就签成了 是的 似乎 本时段比赛是今天第一时段比赛 八进四 那么在这八位选手当中 有两位是七零后的球手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老将 真的是不像大家所说的 连破老矣 一位是郭金伟 一位是王楠 对 王楠这位选手之前张二导介绍过 也是来自东北 当年也是定居到山东 对 也是在山东武虎之前 是山东最好的中式台球球员 没错 但是郭金伟这位球员 很多球迷朋友们并不算他了解 我知道您跟郭金伟有一段北漂的经历 有有有 还请张市长为我们做一个最权威的一个介绍 那时候是这样的 大家都在北京打球 然后经常会一起出去打比赛 所以都比较熟 原来基本上好多北漂的北方球员 都是在北京做一些教练 他本身是来自于辽宁的锦州 然后常年在台球行业 比如说教练 叫别人打球这样的一个工作 前几年也是从北京又去了一个南方 南方待了几年 现在又回到北京 又回北京了 对 应该是在南城 差不多 那边做教练 这次也是非常好 没错 又过来打咱们乔市的大师赛 并且能打出这样一个成绩 真的是挺安慰的 看到以前的小伙伴的成绩这么好 张市长也要努力 对 我反正是打好打不好 我也不会把杆弄断了 开玩笑 就是说我还印象里 如果见到郭建伟 我还能想到 以前有曾经咱们聊过这话 对 就是在这个应该新街口那边 北京的最后一次比赛 然后后面就在两个人 就没什么脸上了 比以前北京有叫八方之音的球房很近 郑女伯还在那当过教练 我第一次跟他打开拳 是吧 八方教练他也是我 他那当过教练 我们打那个比赛就在这个球房附近 有一个小地下室 打了一千还是两千的一个比赛 好 介绍完郭金伟 我们来跟张比赛继续回来 这一盘能看到 一上来这个于海淘的冲球 是根本不会比郑宇伯差的 两个人都是暴力冲的典型人物 一个是吴宇森 一个是徐克 都是暴力美学 那上面两颗 下面代口一个六 八号阻断中带 如果要用那个 比如说隋唐或者三国时候的大将 来形容二位球员 你觉得哪二位最合适 我感觉郑宇伯肯定不用说了 李渊霸 李渊霸 李渊霸呢 李渊霸 扇雄信 这个名字经常在这个 以前评书里面听到 非常威猛的一个大将 没错 扇雄信是什么兵阵 扇雄信也应该是刀吧 刀 第二句终于不少 比分二对 刀 我感觉郑宇任 故事 1 2 感谢观看 第三局 用一波开球 感谢观看 三口包进 白球撞到7 效果不好 感谢观看 三口包进 白球撞到7 感谢观看 三口包进 白球撞到7 三口包进 白球撞到6号 再来看看这个5啊 5号的左边从这方向来判断 感觉还是有下的 看看玉海涛有没有一个 比较高级的想法 后面05号向上顶15 叫8号左边底带 或者是避开15直接往上走 也可以叫到8号左边底带 就过15跟11中间的打缝 对 就是可K K就是安全球 你8号球可能后面角度不好 边上有点大 边上有点大 但是肯定够大 往上走 就是距离远 虽然远 但是肯定是很开阔的8号球 左下方底带 一放到这儿呢 基本上定了 这个5号先打了 然后打4 那打4选择就更多了 你可以把这个白球撞到左边 打8号右边都可以 看它最后哪里更有把握 那这个按的话 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问题了 从下往上顶还是不顶 那这个位置啊 直接往上走的话 用利用库边是特别容易走大的 由于走到修号的右边去 所以说很关键 还是要走两头 两头中间的位置 干法的高低就能知道 它是左边右边了 对 远一点是远一点 但是黑把肯定很开阔 三局与海跑胜 一分一比二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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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规自由球 十号手单色 二号球左边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被对方的十三号 打入了向下的一个进攻线路 斜向的百六 可以横向的去顶十三 同时呢顺势啊 去交到下方的四号球 犯规 干头碰球了是吧 规则是 不可以 就属于车击足球 自由球 咱们在前面的一些 TV台里面也是有 讲过这个问题 是的 就是你这个干头 后面的位置 在尤其调这个自由球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那皮头位置只是来击打的 如果你有前面在摆自由球的时候 会碰到就算是一次碰球 如果说你把它打着去 比如说你这么一撩 是吧 干头把它打着去 然后还碰到自己球了 没进球 但是碰酷了 这也没关系 但是你就摆来摆去 横向移动 又没吃酷 你干头事碰到一次 这也是算伪力的 中带能打 高官向上弹下来 叫12 12叫黑霸 应该还是有些向上角度 应该还是有些向上角度 一次局 运害套向 1分2比2 二分3 5 2分3 3分4 4 3分4 6 地图局终于播开 地图局终于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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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播剧 地图局终于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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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局终于 终于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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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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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